另外南亚地区正值雨季 印度和孟加拉近来迎来新一波的暴雨 大片土地淹成汪洋 孟加拉有13人死亡 300万人无家可归 这是定年以来最惨重的洪灾 另外泰国普吉岛则是暴雨引发土石流 冲回岛上最热闹的金华区域 同样夺走了13条宝贵生命 知名地标大佛雕像 也一度岌岌可危 大片红色的土石裸露 山壁被硬生生切掉一块 附近的大佛看起来岌岌可危 令人触目惊心 这也是泰国普吉岛 日前一场暴雨 让度假山地一夜之间风云变色 道路柔长寸断 建筑几乎原地解体 普吉岛当局出动怪手和搜救权抢救 不过随着时间流逝 就在重年已经转为清理山后 跟协助灾民 镜头转到印度 这里政治雨季 同样传出灾情 东北部曼尼普沃省迎来新一波降雨 河川暴涨淹没大片地区 民众想要出门 只能涉水或拿砖头垫脚 邻国穆加拉更是跟着遭殃 印度无预警泄洪导致孟加拉近年最严重洪灾 超过10人死亡 三百万人无家可归 灾民怒火越烧越旺 也引爆两国新一波外交争端 邱凯文编译